知名女星吃别人剩饭曝光 背后的真相触目惊心 前几天,知名女星叶璇自报了一段视频 讲了她吃别人剩菜的经历 她说,自己和朋友去西餐厅吃饭 快吃完时,看到隔壁桌的客人走了 桌上剩了很多菜 其中有一大盆蔬菜没怎么动 因为她见惯了餐厅里客人的浪费 心里一直很不舒服 看到叶璇懂得食物的珍贵 她特别赞赏 很多餐厅虽然墙上写着剩余食物不能超过150克 否则要额外缴纳餐费 但客人还是不管不顾 拿一大堆,剩一大堆,大量浪费 人想赚钱无可厚费 但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又何罪之有 据央视舌尖上的浪费报道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 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 还有,节省了粮食 也就减少了耕地、用水、食物垃圾 我们的自然环境也会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